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宋女士 我们知道在这个上个星期 也就是3月22号 联邦自由党政府是公布了 他们执政以来的第二份的预算案 也是最新的一份 那么在这份预算案当中 您认为都有哪些要点 值得我们去多多关注呢 好的 这个新推出的联邦预算案 其实跟就是去年秋季的时候 所推出的那份相比 它的变化其实没有特别的大 其中有几点 大家可以咱们可以聊一聊 其中第一点 咱们可以先讲一讲赤字 这个赤字所最新披露出来的 这个未来的赤字 财政赤字水平吧 跟去年相比 其实没有增加太多 就是增加了一点点 再是为过去几年来看呢 大概是达到 在2017年到2018年这个阶段呢 赤字可能会达到285亿 这个水平差不多 除开赤字之外呢 还有几点就是关于 增加政府开支的这几项 可能会影响 比较引起大家的注意 其中呢 就是政府披露了 在这个预算中 可能会拿出85亿左右 用于改善早期培训 就是关于加拿大员工的早期培训 其中还有82亿的增加出来的花销呢 是用于做一些医疗的改善上面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在未来七年之中 他也披露了会花大概有70亿的这么一个花销 在就是做儿童福利跟早期教育这方面 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咱们中国投资者比较关心的地方 就是说在未来的11年政府也打算大概是花113亿的花费左右 在房地产相关的一些政策上面 好的 那么其实这份预算当中呢 我们看到其实通过很多的内容呢 有一些人是表示比较认为这份预算比较实际 有一些人的认为还是和之前的那份并没有太多的改进 那么您认为这份预算案它到底传递着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这份预算案呢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也是咱们刚才讲的 咱们中国就是投资人非常感兴趣的地方 就是关于房地产这方面的这个花销开支 它这个细节上来讲 它这个预算案之后还有一项说明了 是在未来五年之内呢 然后这个政府是计划拿出大概53亿这么一个预算 来专注于提升就是现在房地产 就是住房库存紧确不足的这么一个现象 用来改善这个现象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细节 就是说在未来的几年中 它准备拿出4000万的这么一个预算 来改善就是在房地产交易之中信息披露的这么一个环境 那我觉得从这个点上就可以看出 有它传达了几个消息 大家都知道如果是在那个几个月前吧 就不说去年了 就说几个月前咱们看新闻的话呢 还是很多媒体在报道房地产的时候呢 都会用到泡沫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市场 但是如果你要是这几天在看这个新闻 你就会发现媒体用泡沫这个词语的时候 就已经非常的谨慎了 当时媒体就讲了关于这个房地产的火爆 就讲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有些是低律律的故事 有一些是外国投资者的故事 但是最终从这个政府预算案所真正它所安排的花销来看呢 其实政府还是被说服 它其实是一个供求不平衡的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它是相信供求 它的供是小于求的 所以它是也是相信 现在市场上房屋的一些库存大大的不足 然后不足于满足 就是增加的需求 所以说它愿意花钱 在这方面进行改善 但是呢 因为它也愿意花4000万的钱来改善数据披露 所以说它其实还是不是特别了解 这个所增加出来的需求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solar demand呢 它是不是一个真正实质上的需求呢 它到底是来自于外国投资者的呢 还是来自于投机投资者的呢 这是政府所需要找到的答案 所以说他们也想从通过花钱 就拿到更完善的数据来做更准确的一个判断 来决定他们之后的财政计划走向 好的 那宋女士 其实从今年的这个1月1号开始呢 这个碳税实施以来 我们就能感到油价的这个上涨 那么其实总结过去两年来 这个油价的表现的一直不是特别的好 尤其是这个对于加拿大的整个的经济 还有阿尔波塔省的这个经济 都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您认为这个油价在最近的这份预算当中 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关联 他们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样可以比较 或者说是探讨的地方呢 好 这个油价其实这两天做的还是不错的 就是他昨天其实那个原油期货 就刚刚突破了50块美元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现象了 那如果拿到这个跟这个预算案来讲 说他这个预算案有没有做到对他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就是没有说直接的影响吧 但是侧面上是有一些的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预算案的细节呢 我们会发现他那个财政市资前几年是大幅度的增加 2017年2018年就是达到一个高度 然后在这之后的几年呢是慢慢的走低 然后慢慢的回到就是试图回到一个比较平衡的水平 但是其中呢就可以看出他如何达到这么一个平衡呢 他其实是在未来几年中呢 他是对财政收入他大概每年的增长率是有4%左右 但是如果你要是看他的财政花销呢 他差不多之后的那几年 每年差不多增长每年是2.3%到2.4%左右吧 所以说你财政收入增加4% 花销增加2.3%到4% 那多出来这部分就用来减低你的财政赤字 然后那大家可能会想了 哦那我的财政收入每年增长4% 那是从哪来的呢 那这个其中就 他其中有很多的假设 他其中有一个假设就是这个国民民意国民生产充值 就是nominal GDP 他其实有一个假设是从2016年的2%左右 一直要他预设是到2021年几年之后 他能达到一个3.8% 其实就是差不多4%了 其实在这几年中是翻了个范儿的这么一个假设 那在这个假设之中呢 他其实就已经是放入了油价会缓慢回升的这么一个期望值 所以说这个他可能就是这里面包含了一个政府 我认为油价会缓慢回升到 不能说是以前完全一样的水平 但是比现在要高的水平这么的一个预期 的确我们也看到市场上也是慢慢有这样子的就是回升 其实主要是因为市场是希望就是都认为欧佩克会遵守他们的建产承诺 然后美国的盐油库存也会下降 所以造成了这么一个回升 但是如果我们要是单独拿到加拿大市场上来看 来看加拿大的矿产原油呢 那他以后的走向是不是真的会像联邦政府所假设的这样子呢 其实也是不太明朗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要从石油矿产上来看 加拿大的石油大家知道是油沙 油沙在这么多的石油矿产里面 可以说是开发成本最高的一种 也就是说在跟欧佩克相比啊 跟美国相比啊 跟欧佛斯相比啊 其实美国对 其实咱们加拿大最石油这方面的利润空间是最小的 然后市场上怎么来看加拿大对美元啊 对就市场上怎么来看加拿大 油沙这个投资的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个 就是资本市场上的一个交易 大家可以从中看到一些个内容 就是其实几天前就是加拿大一个非常有名的石油公司 叫做那个Sinovus 然后他宣布收购就是美国就是最大的页岩石油商 其中之一就是康菲 Connell Phillips这个公司 他在加拿大中部两个非常大的那个油沙资产 50%的股权 然后这个交易呢 一出现他是出他是以这个Sinovus 发那个募集股票的形式来那个融资这个交易的 那他这个股票融资一开始 他是以当时Sinovus这个公司 折价8%的股价来进行融资的 那一开始刚刚这个交易已被宣布出来 Sinovus的股价就立刻大跌 看到现在今天他已经是比当时这个交易 他当时交易已经折价8%了 比当时交易的这个价钱还要低一块钱 但是相反那个被收购的公司 康菲公司 他们的股价就层层上升 一下子上升了非常大 为什么市场会这样的反应呢 其实他们会认为美国的石油公司 他是减持加拿大的资产是一个利好消息 所以他们就从顺便上说明了 这个美国的就是投资者不认为持有加拿大的石油资产 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所以说我们就从这个特面看出市场是如何解读这么一个 这个资产类别的潜在上升空间的 好的 那其实从今年的这个年初以来呢 我们看到这个加拿大的经济还是有一个回暖和向好的一个趋势的 那么您认为的话 最近我们最新的这份预算案的话 它如果从宏观来讲 会对加拿大的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说以我个人的看法来说呢 我觉得这份预算案呢 是不温不火 是比较保守的一份预算案 它又没有非常激进的那个政策 就是花费政策 也没有就是什么都不做 就是非常保守 所以说也看不出它真正的会有什么特别大的 因为它跟之前的预期也是非常相似的 其实你真正会影响以后市场是怎么走向 其实不单只是说这个事件本身发生是怎么样的 而是多是有没有改变市场对将来的预期 那我认为这个预算案呢 就是其实它并没有跟之前人们的预期相差太多 所以说它也不会跟市场带来太大的浮重 好 那最后能不能再有请您给大家讲一讲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险控制啊管理方面 能不能有一些提示 包括大家业内的从业者在以后这些方面的时候 有一些您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我想对风险控制可能每个人就是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啊 然后但是我想如果说要提醒大家一方面的话呢 因为我想可能大家平时也都会紧跟市场的 就是各种资讯啊什么的 然后多注意国益形势 多注意不同的市场信息 这些可能都是老生常谈了 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很多有一些东西呢 可能是大家忽略比较多的 就是对一些法律法规的一些变化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 咱们也讨论过的巴塞尔协议的这一块 其实我相信是很多如果不是在这方面非常专的人士呢 其实对这个东西可能只是听说过 但它真的其中是有哪些争议 现在都在在有哪些进程在发生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但其实这些方面呢会影响啊 就是金融成业种还是蛮多的情况 就像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例子 关从产品设计上面 拿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来讲 比如说保险公司 如果保险公司被要求 所持更多的资本 那它毕竟会影响自己 以后这个产品的收益率 那它所 它可能就会重新设计自己的产品 那它以后这个 它所设计的一些理财产品也好 然后保险产品也好 它的回报率可能就不如以前了 所以说这些都是通过 就是仔细观察现在的一些法律法规 仔细观察它以后的走向 所能做出对以后的一些预测 然后我相信也是有很多 一些金融产业穷业者 都不太注重的一些地方 好的 那今天的整个节目当中呢 时间也是过得非常的快 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 加拿大皇家银行 RBC Capital Markets的副总监 特许金融分析师宋杨女士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分析和点评 同时也是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